好,我們直接來看我們這次的GNN吧 那這次GNN的重點自然是我們的 命運女神,我們的妹子,異控轉身啦 那這裡其實可以直接給一個男人爆喔 就是這次異轉的妹子呢 比較會有機會出場的 是伊登跟火妹 其他的妹子除非官方做酒啦 而且是要做很大的球喔 他們才會有出場機會啦 但畢竟官方已經做了很多球在他們 腰以上脖子一下的部分了 所以我覺得官方是不太可能會再做球給他們啦 只是對於伊登來說可能就比較遺憾一點啦 接著我們就來仔細分析這次的GNN吧 那我這裡會直接跳過隊長技能喔 畢竟不管是練話還是換話 他們的被弓都不滿30倍 然後也沒有當隊長時的隊伍技能啦 所以你要拿他們去挑戰現金的關卡說真的 是可以直接問草草的啦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所以我們就從他們的隊伍技能開始看起 那只要隊伍裡面有異轉妹子 而且只有該妹子屬性的神族成員的時候呢 全隊生命回復機制1.5倍 單論能力來說其實是相當強大的 畢竟可以算是直接拉高了整隊的生存力嘛 但很可惜的是喔 這個條件其實非常非常嚴苛 而且目前純屬神隊啊 待在一線的也不多 個人想到的是可以去 巴比倫隊裡面 拉高巴比倫隊的生存力啦 但除此以外 似乎是沒有什麼發揮空間的 就連上修的北歐估計也不需要這個能力啦 畢竟其實三卡北歐就已經有接近10萬的血量 感覺不太需要再加這個1.5倍的機制喔 有這個必要嗎 有這個必要嗎 所以個人覺得這個隊伍技能 算是有料啦 但很遺憾的就是 幾乎沒有什麼發揮空間的能力喔 就在做各位的愛情一樣 今天很嗆是吧 接著我們來看煉化水妹的技能喔 能力是CD10的 冬結轉屬 控場 50防禦 炎秒 露出神槍三回合 那很顯然的 他的定位就是一張特殊結盾卡啦 但就目前環境來說呢 除非硬要綁全水神 不然可以替代的功能卡是真的多 雖然比起一轉前的CD13來說 他的CD是縮短了不少啦 但除非真的真的很需要凍結三回合啦 不然其他凍結卡片可能會更使用一些就是了 所以說真的 大家可以理解為這張卡片要官方 非常非常非常地作囚 才有機會出場就是了啦 好 接著我們來看煉化的火妹 能力是CD6的排珠增傷和加combo 配上上修後綁全身才會加C 算是一個勉強還算及格的能力啦 不然原版只加EXcombo 就目前環境來說 真的沒有什麼實戰價值 但是因為他最有價值的加combo能力 是要綁全身啦 所以可能火吧 或者是提爾才有機會考慮放他喔 不過就算是這樣喔 他也勉強算是這次一轉裡面 少有的還有機會出場的卡片喔 只能說為什麼現在標準要放得這麼低啊 官方你的GNN又成功了 讓我們降低了一波期待值呢 去你的 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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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我們來看木妹 能力是寄生 解除黑白珠 且如果隊長是神族成員的話 還會把全版轉成強化符石喔 那木妹成功解除黑白珠夠呢 自身CD還會減四 如果這個技神疊兩層的話呢 全隊還會無視連擊相等盾喔 但說真的 這能力即使上修後 依然是一個 幾乎不會用到的能力啦 畢竟這技能裡最有用的 無視連擊相等盾 是需要疊兩次技神的 所以就算真的 做球到同時出現 黑白珠和連擊相等盾的敵人 也需要等到第二回合 才能觸發 無視連擊相等盾的能力 那還不如靠手轉闊的是 帶可以直接無視連擊相等盾的成員 來得更實際一些啦 那其他能力的必要性說真的也不高啦 所以除非官方 做死出了一個技神盾 否則他的必要性真的是 完美的零 畢竟雖然這個技神 是可以直接無視敵技的啦 但他的傷害真的是 太低了 就現今敵人的血量來說啦 要這麼魔 還不如直接帶一個 呂布來使在喔 畢竟不是人人都是美國隊長的啊 I can do this all day Yeah I know 好 接著我們來看光妹 能力是CD6的解除石化 且還原光屬性和神族直行的碎裂位置喔 還會5回合恢復 自神恢復力極致80倍的生命力 那相信大家也看得出來喔 這很明顯就是一張特殊解鈍卡啦 當然他的重點不是祖傳的 回邪或是貧儒喔 而是解除碎裂的能力啦 雖然要在全光或神的隊伍裡面 才會有完整的解除碎裂的能力啦 但也還算是堪用啦 畢竟現在還原碎裂除了黑金等級的卡片以外 其實都有各種各樣奇怪的限制喔 所以就現階段來說 還算是有機會發揮的能力啦 當然也就是有機會喔 實際上到底能不能發揮 還是得看官方顏色的 不過從以前我就很好奇啊 Edan你這到底是什麼眼神啊 那眼神簡直是人如蟲子啊 雖然感覺還挺爽的 接著我們來看暗昧的部分 能力是CD7的全隊解鎖 並且清除敵人身上的控制技能喔 還給了一些增傷 並把combo固定在13喔 那作為一張CD7的解鎖卡來說呢 還算是到了目前解鎖卡的標準CD啦 以免費卡來說 還算是在可以接鎖範圍內的喔 其他部分能力只能算是一個附帶的啦 一般上不會為了這些能力 去把它納入構主喔 不過看著固定13C 官方也是直接不裝啦 明擺著複製13號集的一季來著 風頭真不愧是你 風起來連自己都抄對吧 不要瞎拜好嗎 好接著我們來看他們的幻化型態 那無屬幻化的能力其實都一樣 都是CD7的引爆整版 掉自身屬性和新神牆 各15顆 且手批掉落的版面固定為自身屬性和新竹 那這能力說真的不到完全沒用啦 畢竟神魔還有15 15吨 這種幾八玩意兒 但說真的啦 這能力發揮空間感覺真的不大 畢竟現在單組版面能擠的多人說真的也不算多 而且手批掉落也會和目前比較常見的神族隊長 像是巴比倫啊 赤油啊 這裡有固定天降的能力會有所衝突喔 就讓原本固定會有的天降變成有點靠賽成分在裡面啦 給人不是這麼適合的感覺 所以在這樣不太能配合一線隊長的情況下呢 感覺除非官方做球啦 否則他們的出場率應該都不會太高就是了 就以異轉強度來說啦 能力做成這樣是真的挺可憐的喔 好可憐啦 那接著我們來看戰力級的卡片 決心蟹骨凱依 種族屬性是木機械喔 能力是CD5的減出休眠 且引爆風化電擊的凍結 如果成功引爆的話CD還會減四 那另外兩回合內 自身以及身旁木屬性或機械成員追打光暗各一次 說真的這能力蠻厲害的 首先它是稀有的解除休眠嘛 且沒有要求引爆幾顆 只要引爆了就能CD減四 換句話說如果你遇到有趴數盾的風化電擊敵技 你就可以一直炸一直炸非常的爽 且他給的G打呢 也算是一個不無效果的增傷 重點是屬性還不一樣 如果放在利利斯隊伍裡面 靠這個技能和機械的克屬追打喔 兩卡就能破五屬追打盾了 感覺還是會有一定的發揮空間的啦 推薦各位去入手喔 那複製人基本沒有必要啦 畢竟會減CD嘛 但整體而言個人非常推薦大家去刷滿他的 只能說這樣還是老的啦 好 接著既然是戰力級 自然就會有戰力級的龍克啦 是木屬性機械族限定的正極板手龍蚊 他的武裝能力就單純的增傷啦 龍克技能說真的就很普通 基本上可以不用看 畢竟木機械也沒有什麼能當隊長的嘛 雖然說這個龍克無論如何都比一般龍克好一些啦 但因為現在常出場木機械是希格馬和維珍妮亞嘛 而且他們都有各自的武裝囉 所以相比起來呢 這顆龍克的強度明顯就差了很多啦 這就讓這顆龍克顯得相當的普通喔 對 我覺得很普通 但畢竟他是一個免費的武裝啦 打五次戰力級就有啦 為了三位加成去入手他也還算值得的喔 那北歐上修的部分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這裡就不細說了啦 簡單來說就是結盾更綁福利加的奧丁了 強度只上升到原本該要有的強度喔 絕對算不上破格 平坎體感應該依舊不會很爽就是了 畢竟只上升1.5倍嘛 估計依舊不會是大家愛用的隊長喔 只能說北歐就是吃了早出場的虧啦 都是拿來第一個當白老鼠開刀的 包括上修到不上不下 結果還要再上修一次 對吧 官方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GNN的全部內容啦 基本上可以理解為養生週來渡過啦 妹子呢 一轉的就一轉 打完雙週的戰力級基本上就可以收工了啦 北歐上修就真的算常規操作 因為對我來說他就只是上修到一個 他本來就應該要有強度啊 最過分的是官方還不馬上實裝啊 唉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GNN的全部內容喔 我是秋天楓 如果喜歡影片給下下方 按個喜歡想繼續看看訂閱喔 那就這樣啦 我們在下一期的GNN簡評再見啦 大家掰掰 唉 這次的GNN真的是有點慘啊 只能說好在我對妹子和北歐沒有任何期待啦 只能說可憐了初代的白老鼠們喔 換那麼乾淨咧 哈哈哈哈 好可憐了 好可憐了